20號晚上將近8點 一名男騎士發動電動機車 結果大失控 連人帶車機車往前衝直撞住 加鐵門發出巨大聲響 隔壁民眾衝出來查看 換個角度 男騎士衝撞鐵門 手忙腳亂想把機車扶正 結果二度暴衝 安全帽還掉在地上 把門撞壞落泡 我在開門的時候 我們隔壁 跟我們阿伯你也開 你的門子已經撞了 所以我是用鎮的出來 屋主聽到撞擊聲下樓查看 花了十幾萬做好的新鐵門 被撞凹還一度卡住 叫鐵門師傅緊急維修 事後屋主報警 警方也找到肇事歧視 但對方疑似不處理 屋主氣炸下三天通牒 你不能撞撞的 你都做你走啊 對不對 對啊 社會都不是這樣說的 三天他出來處理就對了 另外在嘉義一間美髮店 老闆娘忙著幫客人剪頭髮 突然創建一名阿伯 阿伯喊著要買酒還從口袋掏錢 要消費被老闆娘阻止後慢慢走出店家 老闆娘PO文開玩笑說 休息室真的有酒阿伯會通靈嗎 騎士騎車撞鐵門 阿伯喝醉把美髮店當超商 讓屋主和店家真的看傻眼 接著高雄嘉義 最後報道